好,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收看这个国情的环节 这个环节就是刚才林康正已经录了第一集 在刚刚上个礼拜,叫做爆破国情 当然,我们未来也会加强国情环节 大家知道我在另一个节目,国情揭露 都有插拨打运下,所以未来也会录下关于国情的消息 刚刚上一集,林康正说过关于军队的调动 我想说回令计华被拘捕之后的延续事件 大家都知道令计华被拘捕之后 都越来越多新闻说回他当时被拘捕情况 包括他当日正在开正协会议 在谈谈一些来的元旦拜访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他便自己申请一些事情做 否则是由于兜党党也做什么 谁知道开个日会,开到五点多的时候 突然说服务,不要开了 突然有中纪委的人员便打了他 居民就吓到他喝喝杯水都掉落地 作得这么戏剧化,什么是真是假的 拘捕之后,大家都有留意国情消息都知道他的 包括他的亲戚、弟妻、老婆、弟弟 都开始被拘捕 所以接下来清算令计划 这个集团究竟会是如何呢 究竟背后还有什么消息呢 我今天就想说多一点 其中一个大家都知道 令计划是胡锦涛的所谓大总管 胡锦涛这件事的角色究竟是如何呢 我刚刚就看到一段消息就是说 胡锦涛原来在12月开一个退休政治局 在2014年12月中的 就是开这个退休政治局的常委委 委员会的第六次组织新会上 就作出一个反思 似乎都说他未来 是不是都要他自己都做一个检讨呢 因为说他头码被人拘捕了 他在这个所谓会议里面 他都有几项很大的反思 但是似乎针对 不单止是他自己在他任内 即属于10年内的工作的一些 所谓一些政绩的回顾 他自己也有很多批评指的地方 包括没有及时将这个制度搏乱反正 做了很多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 他作为一个前任总书记来说 他都算是没有办法 都要自我检讨 但是他在会议里面提了几样东西 是比较有趣的 我今天想说的就是 他原来对于退休 他其实呢 虽然都有自我检讨 但是他其实都将一些责任 都放回在他的上一任江泽民身上 都大揭秘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趁着江泽民就死了 就可以说多些 他当时为什么会有做不到一些事情 所以改革又好像全部难行 原来在这个消息里面就说到 在过去江泽民曾经 在他的十年 胡锦濤的十年里面 发觉至少九十一次的命令 就是干预他的施政 所以他在这个检讨会里面 都跟习近平说 未来都要好好地规范 总书记 退休之后的生活 包括他又提出了几点 例如是在政治屋常委 总书记退休之后两年 就要将他的工作班子全部撤销 过往江泽民在朝的时期 就是他的工作班子也在 军委主席也都没有立即退出来 所以他就希望可以明确规定 就以后包括习近平退休之后 都要有这些要求 包括这个对退休政治局常委 军方各样的建议 就不可以好像以前那个习近平 直接抵风顺利干扰政策 就要是列作普通的党内来信 以后就由中办或者国办去处理 就不当作正式文件 另外退休的总书记 或者政治屋常委出席国家的活动 就应该名列其 现任国家领导人后面 就不可以硬硬硬硬硬 就像出席那些音乐会 什么鬼鬼 又突然光泽民站在习近平前面 就不太适合这个规矩 另外还有一点第四点 就是退休之后 去到地方活动接见朋友 那些大脑子的时候 亦都地方领导不需要陪同 第五就是调整 即现在退休的总书记 领导人的生活待遇 凡是出席活动 就不准开工数 就要本人给 所以胡锦涛被批评 他在过去十年 胡X图 胡图图的十年之后 他自己终于反思 亦都看到 习近平的所谓领导 慢慢逐步清除 在上一届的一些阻振的人物 慢慢清除周永康 除财后 另计划 习近胡锦涛都要自我检讨 亦都要交心 提出这些建议 保登其实都是我估计 习近平 未来都是想推养 这个党内正常化 或者逐步趁刚才五就来 归天的时候 逐步制度化 党内政治局委员 这些大老虎的生活 所以未来 处理埋令计划 究竟党内反贪的工作 大家关心会不会再启动 或者在党内的常规化 会继续有什么发展 大家继续收睇 我们的国情揭露 和爆破国情 可以给我们更多意见 或者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 送信息给我 和林康正 和康里 给我们更多意见 等我们更多资料 或者你原来有 北京的消息 都可以通知我们 好,多谢各位